別以為拔牙是小事 拔牙時如果沒做好抑菌措施 可能會要你的命 56歲的周先生拔完致齒後 頸部出現劇烈疼痛的症狀 持續十幾天 頸部越來越腫 就已診斷出 竟然是急性頸部蜂窩性組織炎 慢慢的有下巴有點腫脹 那腫脹的時候 我認為是拔牙所造成的 它的腫脹的問題 牙齒好像有異味產生了 好像不是那麼的正常的口腔味道 然後也有一些液體的 檢查影像可以看到 下巴腫脹打5至6公分大 甚至因為壓迫導致氣管偏離 這種深頸部感染 常見於致齒拔出手術後 感染預防不完善 細菌從齒根進入頸部 如果患者免疫力差 就會造成感染問題 嚴重還可能致命 如果說腫脹的範圍非常大 他壓迫到氣管的話 這樣病人就可能 因為沒有辦法呼吸 那他就發生危險 那第二個就是他腫脹發炎的範圍 去影響到他的頸部的大血管 他會造成大血管壁出現溃爛 甚至大出血 老年人 糖尿病 腎肝疾病 和艾滋病等免疫力較差的人 是感染高危險族群 這類民眾拔牙前後 要遵循醫生指示使用抗生素 一旦有持續牙痛或脖子腫脹的情形 建議盡早就醫檢查 大衣新聞吳孟宣 陳千惠 張震榮 台北新電報